北京大学西门附近一座七十平米的老房子 是翻译家雪原充居住三十余年的住所 四十楼市和武德兴 水泥地面四楼白墙 一张旧书桌 一个简单床铺 就是这位翻译大家的日常喜剧之所 中心社记者近日到此探访时 这位98岁的老人刚刚起床 他的一天是从中午十二点钟开始的 我是日一当夜夜一当日的 昨天晚上十二点睡的 睡不着 每日起床后先坐马于汉操 这是西南联大最好的体育老师 留给学生的遗产 他坚持了一辈子 爱吃糖爱熬夜 这些旁人看来并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他却乐在其中 靠墙站立的一面救书架 放置了全是雪原充的义注 从石经 楚词到莎士比亚 雪原充用中英法三种语言护译 义注已达一百多本 2014年他获得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的国际艺联北极光文学翻译奖 这是自该奖项设立以来第一次搬给亚洲翻译奖 2017年他在电视节目中表示 如果活到一百岁把沙翁全集翻完 这位台北老人因这种自私不倦的精神而成为网红 98岁的许元充先生 青年时期与两弹一心元勋王熙记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为大学同窗 1938年他进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学习 这所成立于中国抗战期间的极副传奇色彩的大学 拓展了他的中英文素养 也令他打开眼界 逛街挚友 这是我 这是夏年大 夏年大是文学院长 胡诗志 胡诗志 文学院长 这是杨振宁 我跟杨振宁一班 那时候音乐就不分析 杨振宁的八十分 我这些是九分 杨振宁第一 我第二 他二年的时候啊 我们同班 结果他还好九十一分 不说 我搞九十三分 就是我从二年就开始信过他 一五八年 然后在你拿罗贝尔 我出四本书 这位九十八岁的老人 坚守翻译道路七十余载 字字不倦 被赞誉书销中外百余本 诗意应发唯一人 他说中英文各有其美 而翻译就是要促进各国文化的沟通 促进世界文化进步 一生是中国人来变为世界人来 是西方人 怎么变成中国人来 而这样的人 人类 思想 文化前进一步 这是我主持人 全是中国人来变成中国人来的 从天国人来变成中国人来的 对有什么人来对